保姨刚刚举的例子是错的 你只能够讲说 这两个演戏的人 演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他们只上了床 而没有精神上的部分 那这个事情好不好收拾 他们就默默在剧组里面 上了一次床 同了一次房间 然后这事情就结束了 这个才是我们所定义的 肉体出轨 比较不严重 你不能够再把精神出轨 也扯进来说 他们先恋爱 然后又上床 那样就不符合 我们今天双方辩论的立场 好吧 这样吧 如果照你这样辩论 我们这一方肯定输嘛 因为我们只有精神 而你们又有精神又有肉体 那当然是我们输啊 《绅士》的内容当中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我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别 实际上呢 承诺是一件事情 那是我们怀抱着 对于婚姻的理想 婚姻的理想不是真实 可以依赖跟实现的事情 我认为一夫一妻治 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本来就使得很多人 受到了巨大的压抑 所以如果高晓松能够做到 承诺了在婚姻中 一夫一妻 然后始终维持忠诚 我真的会尊称你一身情胜 因为我碰到的 所有在座的长辈的女性 对各位妹妹的教导 都会说你们结婚后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这句话你们也许不想要妥协 可是是她们累积的人生经验 所告诉你们的 最近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照片 就是英国女王 看着她的夫婿 然后说 这个夫婿 为了女王 放弃了自己的地位 然后甘心几十年来 只担任衬托女王的一个侍卫 所以这是多么甜蜜这件事情 然后马上就被 懂英国国情的人嘲笑说 拜托 她这个老公在外面 搞出多少私生子来 你都不知道吗 她最大的私生子 都比你跟英国女王 生的那个小孩 还要再大两岁呢 所以英国女王 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维持住这个婚姻的稳定 活下来的 连英国皇家 连全世界地球上 最有权势的女性 尚且如此 她难道无法 找一百个侍卫 来围住她丈夫说 看一手她 不准她出去跟人家乱搞 她做得到 她不会这样做 她知道人性需要出口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 我们今天讲的是 这件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 你既然在意对方出轨 你在意的是什么 是希望她还会再 回到这个轨道上来 如果你已经不在乎 她回不回到这个轨道来 你管她去死啊 她飞到外宇宙 也不关你的事情 那如果你希望 她回到这个轨道来 我只有一个立场 哪个事情比较好收拾 哪个事情 她比较容易回得来 我的建议是 肉体出轨 她比较容易回得来 我们两个可能 还有未来可谈 精神出轨 叫她回来 可能性甚低 所以我知道这两件事情 都不令人高兴 我只是在这样讲说 如果你一定要在意的话 精神出轨 她回来的可能性 比肉体出轨低得多 所以精神出轨 比较可怕 太好了 你变主意了吗 我没有变主意 你知道我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 最感激的事情是 他们从来没有吹过我结婚 他们在世的时候 如果吹过我结婚 你今天看不到一个自由自在的 蔡康永坐在这里 我如果遭遇到吹婚了 那不是他们爱不爱我的问题 他们是我的父母亲 我怎么能够抗拒这么庞大的压力 我自从录制《奇葩说》以来 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情 就是用孝顺来绑架我们的变体 你从来没有听过一次 我用孝不孝顺的立场 来证明我的论点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被这件事情绑扎 就无法再进行任何多元观点的讨论 这个事情是从今天开始 双方便有都应该要修正 不要再轻易地动用这个题 回过头来讲 我为什么今天敢选这一边 是因为像马威威所说的 就是爱太巨大的时候 它干扰了我们自己人生的节奏 婚姻真的是美好的吗 对柳妍来讲也许是 对我来讲可能不是 我们爸爸妈妈对小孩来讲 最珍贵的是什么 是给他一个理想的环境 让他变成他自己 而不是变成我们要他变成的人 所以90后的人 起码要拥有这点自由 他在心里面可以想说 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再也不要受到七大爷八大爷 问我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 因为我们也不会到过来干扰他们说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离婚 就是大家各过各的 容忍别人自己的选择 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一个态度 所以今天我方的立场如果被认同 我们只想提醒大家 就是你可以管很多事 你可以管他要不要穿秋裤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秋裤穿上脱下就好了 一旦结婚要离婚 对那个人是多大的干扰跟伤害 所以我们只求这一点点保留自我的空间 让儿女们自己做抉择 不要再让爸爸妈妈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说 因为你们生了我们 所以你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要求 我们都要跪在地上听你们的 这是我最希望大家得到的态度 能够的环境和最后发言的机会的优势 地长大人刚才一直说精彩 可是其实这是我参加奇葩说以来 虽然我跟高晓松每一次运用不同的辩论策略 在踩对方的痛脚或者是挖对方的墙脚 可是今天是我听高晓松讲话以来 我觉得漏洞最多的地方 我完全 所以才 看给我一张报纸 我完全没有一句话能够同意的 就是高晓松一再地以北京作为大城市的代表 然后以他所选择的美好的加州的小城 作为小城的代表 拜托你在北京赚了所有的钱 然后去了加州美好的小城买下了农庄 然后你现在跟我们讲说 这个农庄比北京过得舒服 你要这些人听你的故事 我没有讲过任何哪里过得好 我是说大城市的可预见性 小城市会安静到你手机 不要开铃声你就听得到 你去去看小城市 晚上蟋蟀叫牛叫鸡叫狗叫 你根本听不到你的手机不开铃声的结果 你觉得真的是一个大农村 而不是小城市 狗叫鸡叫牛叫 所以我得跟你讲 第一个呢 我不同意你把北京作为所有大城市的代表 我不讲 我其实讲的是每一个大城市的共性 就是你会符合那个规则 地球上有非常多美好的大城市 巴黎 柏林 伦敦 你在里面可以找到非常舒服的角落生活 所以不能够用北京代表 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我是大城市长大的人 我身在台北 我们家上一代是上海人 然后我在北京跟各位工作 我到北京来跟你工作 我很喜欢你 我没有一秒钟想过要利用你 你刚才怎么会说出来 在大城市遇到的人 每一个人都互相 我没有说每一个 当然我们讨论任何社会问题 都不能说每一个 是 我们说的是比例 对 所以不要这么童话式的 把大城市讲成是人性的丛林 然后把小城市讲成是安全的小镇 这个对比真的是太童话了 然后呢 我就想要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今天要讲话的立场呢 其实是最符合这个标题的 就是双方 尤其是三位教练这一方已经讲了 很多人奋斗是不成功的 我接受这个事情 我也相信是人生的真相 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 最后无非是得到了一张床 所以为什么我宁愿选择 在大城市生活一张床 而不是在小城市得到一间房 我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人的距离 你知道我觉得在 人越靠近的地方 你的不成功越令你难受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可是呢 所以大城市更难受吗 大城市比较能够被容忍 大城市我的人生没有成功的时候 我可以填我自己的伤口 躲在我的小床上面 可是在小城市里面 三姑六婆远亲近亲 每个人都来问候你怎么了 你怎么还不结婚 然后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这个月有没有带爸爸妈妈出去旅行 人的距离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相信三位教练所讲的 人的失败的比例居高的话 大城市一个更好活下去的地方 那如果像你我这样 三姑六婆都在大城市生活了怎么办呢 你跟我刚好不同时 我没有三姑六婆 我到你一讲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我觉得大城市里面 闪躲三姑六婆的几率 成功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对 就我不知道 可以栖息吗 可以 根据你所说的定义 无能者应该是没有能力的人吧 对 能力相对匮乏 无能者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不得已麻烦别人 还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然后觉得给人家添麻烦也无所谓 其实没有人会觉得 求人是无所谓的 求人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面子受损 可是有一种人 理直比面子更不要 还是会有羞耻心吧 赚你刚刚所说的那种 会有 羞耻心来自于他觉得 他觉得他自己缺乏美德 羞耻心来自于 我比别人差 我不能自我照顾 你刚刚说 如果我们把不麻烦别人 当成是一种美德的话 我们会封死了这些 没有能力的人的路 对 路边有一个乞丐 如果是不得已沦落到 必须要乞讨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钱 就是因为我们体谅到 这个人没有别的谋生之路 所以我们给他们钱的时候 我们没有自认为高尚 我们知道这个是世界的不得已 我们给他一个钱 让他暂时度过这个困难 如果他四肢健全 看起来营养比我还要好 肢体比我还要健全 我过去的时候 我会有我的判断 就是我不会给这个人钱 而且我会在心中怀疑 你是不是在占我们的便宜 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路边 平白无故地起跑 这个是两者的差异 就是能不能跟心里面 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是两回事 美德是关于心态 而不是关于能力 这是你刚刚整个论点 最大的一个基础上的错误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来 请坐 其实我接受高晓松的说法 就是当一个人在对别人 说自己真心相信的事情 那不叫做说谎的时候 你也同时要知道 对我们这些 不相信你所说的话的人 我们是在容忍你的谎言 所以如果你不容许 谎言的存在 就没有容忍这件事存在 你知道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恐怖分子吗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宗教 而他们不容忍你 不信他的宗教 他得把你整到 你也信了他的宗教 他才甘心为止 这是不容忍 奇葩说之所以存在 是一个我们不断地在练习 我们彼此容忍 彼此不同的价值观的地方 所以我容忍你说 你的真理的时候 是因为我知道你在说一个 我根本不相信的事情 而我不打扰你 所以当你说世界 是上帝创造出来 而很可惜 我不信上帝的时候 我并不会那么不礼貌 当面对你说 你在说谎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对你说 你讲的是真的 因为我信的是别的事情 如果你们一定要抹黑谎言 这两个字 那就没有办法 可是我需要创造人的想象力 小时候如果你告诉我 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 我就跟你翻脸 世上有圣诞老人妨碍了谁 就是你们偏要把这个谎言给拆穿 而对我来讲 这很重要 就跟我相信哈利波特的世界 我相信西游记的世界 我才不要我打开三国演义的时候 罗冠中在封面给我写说 本书纯粹属虚构 诸葛亮根本没那么聪明 刘阿斗没那么笨 我不要你告诉我这些事情 我需要三国演义告诉我 诸葛亮真的那么棒 关羽真的这么中意 刘备真的这么仁慈 我需要这些事情 那是我活下去的理由 因为人生活很无聊 你讲出真相干什么 高小松对我说 人生有失于远方的时候 我欣然相信 我不会揪着高小松的领子说 你告诉我远方在哪里 文学基于想象力 而想象力建造了虚构的世界 我们从小就教育小朋友 要有想象力 他们可以想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也可以想象地球环绕的太阳而旋转 这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 只有他们敢假设 人类才会有未来 如果像你们那样要求人存在一个 只相信现在所知道的事情的世界 一切的想象力停止 只要有人说出假设的事情 就被纠正说 诶 这个是不存在的 然后所有的 没有说自己是纯属虚构的 不管是季晓兰 还是三国演义 还是西游记 都不能存在 最后我只能够看 纪录片 你看动物世界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因为每只动物都很诚实地告诉你说 动物只会 招配 繁殖 吃 休息 最后死掉 我们人不甘心这样子 所以我们虚构了好多 我们以为人生有意义的原因 那就是我们谎言存在的道理 所以你要把这个给剥夺了 然后把我们人送回动物的状态 我觉得你太浪费上天的赏识了 我刚收到这个辩论题目的时候 我以为我看错了 所以我看了三遍 确认我真的收到这个辩论题目 而且还真的有一群人选了那一遍 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 不过我要讲成名 我跟马东不一样 我很欣赏你把论文带进来 我很鼓励大家这样做 那只是快一点把摘要讲出来 然后我特别讨厌你提到公婆那一遍的事情 那你永远都喜欢把那一家人统统都扯进来 这实在让我伤透脑筋 你知道社会进步不是靠着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带着进步的 它是靠我们这些比较年轻 有心观念的人带着进步 理解 很遗憾但没办法 这些会因为女生收入高于自己 而感觉到巨大障碍的人 她追求的是什么 她追求的难道是 贫贱夫妻百事爱吗 她自己没有赚钱能力 所以她要离开这个有赚钱能力的女人 然后去跟一个比她的能力还低的女人在一起 然后两个人最后没有收入 我不认为一个会嫌弃自己的妻子 是因为她收入偏高的人 她其他的生活方面会有什么出息 对方教练讲得很对 就是工作多的时候 会影响到她照顾家里的气氛 所以剩下那个工作少的人 就要特别地去营造那个气氛 才能够让这个工作辛苦的人 回到家里来感觉到家的温暖 你认为有一个疯狂的女人 出去赚三杯的钱 是为了回到家被人家冷眼看待吗 不是吗 她回到家如果丈夫愿意端盆热水 让她泡脚 她就会觉得我的辛劳有了一点回报 所以当她愿意把她的精力 投注在赚钱上面 然后她又带回这个家里面来 而不是把它花在外面的时候 我认为在家里面的任何一个成员 都应该要感恩有这么一个存在 而不是去批判对方 到底抱着什么样的居心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如果讲到现成的数据的话 想一想我们曾经多么欺负女生 我们历史上曾经不给女生投票权 我们不让女生受教育 我们不让女生可以跟男生平起平坐地 担任任何主要的位子 那都是靠着所有有良心的人 一步一步地奋斗 把这些应该有的权利还到女生的手上 你看我们奇葩说第一届的冠军是谁 是马维维是女生 第二届冠军是谁 是秋晨是女生 然后几乎要当到冠军的范甜甜是女生 然后几乎要当到冠军的肖 就是我们松动了很多对性别的概念 这个是奇葩说特别珍贵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这里不管你的性别 我们只看你有才华跟有能力 赵又廷在影剧圈一定知道 前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吧 还有非常大的女性明星上台去高呼说 为什么女演员要比领跟男演员低的酬劳 我们一样工作30天 怎么我们领得比男明星少 然后镜头拍照在底下 拍手叫好的是Meryl Streep 梅姨这么大的明星都感受到 她作为女性在好莱坞这种 全球最顶尖的产业里面 她都感觉到不公平 所以如果现在一个家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然后有人带了收入回来 供养这个家 那我认为最感人的部分应该是 没有那么累的人把这个家雇好 而没有那么累的那个男人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这位丈夫 她如果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 女生有能力 女生就应该发挥自己 她当初娶这个女人 绝对不是要这个女人压抑自己的才华跟天性 只为了帮你拖地洗碗 这么一个女人 你如果跟她告白说 高媛媛我爱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而高媛媛回答说 好 我嫁给你 我从此不演戏了 我就是专演一些收入很低的角色 然后让你triple我的收入 我觉得赵婷婷会说 你疯了 你何必这样子委屈你自己呢 我们俩在一起 各失所长就好了 我们好好建立一个 两个人都开心的家 这个才是婚姻的真谛啊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